早安,欢迎来到我跟上帝的咖啡时间 今天我们阅读到我们阿爸之心的时候 诗篇61章1到4节 这是今天的境界 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 测听我的祷告 我的心里发昏的时候 我要从地级求告你 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 因为你坐过我的避难所 坐过我的坚固台 脱离抽离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篷里 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下的隐秘处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 还有恐惧的时代 作为神的子民呢 我们向他呼求 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越来越跟他人隔离的时候 我们呼唤唯一真正关心我们的人 那个可以让我们超越生活环境 并将我们比护在他的怀里的人 这个就是大卫在这首诗的呼喊 就在他的心变得软弱的时候 因为他每天都在努力度过 似乎一切都在反对他 他呼唤了上帝 上帝会把他引向比大卫或其他任何人更高的磐石 对大卫来说 这块磐石是坚固而不安全的避难所 这是一个保护他受敌人的剑和投石的地方 大卫的磐石就是神 今天呢 你相信上帝是你的磐石吗 祝福你知道他是你今天的磐石 我们可以依靠他 因为他们他是可以抵挡任何的东西 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对你有帮助 麻烦你帮我按个赞 订阅这个频道 还有记得按那个小铃铛哦 拜拜 明天见